三年来的不懈努力是新兴学社为会员朋友们提供一个多元化 多层次丰富多彩的交流平台 同时我们也更广泛的传播了学社的宗旨 文化滋养新生 活力健康生活 生活浸润新兴 将健康与文化生活紧密结合 为会员朋友们提供了更多美好生活的选择 帮助大家找到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归宿 主讲老师是郭振元 杰登郭老师 他师从台湾咖啡教父黄重庆 任上海迷来谷咖啡经理 谢为洛杉矶咖啡拉花艺术学院的主讲人 主要咖啡它不仅仅是一种饮品 更是一种文化的演绎 一种情感的表达 还有就是一种生活态度 从种植的角度上来讲 咖啡的生长它的主要的种植带 是在北纬25度和南纬25度之间的一个位置 外观们一看有点像一粒红樱桃 但是拨开来是别有洞天的 它是一分为二的两粒 两粒包裹在一起 去掉外面的红皮 里面还有果胶 羊皮纸 银皮 最后才能看到生豆 浅烘焙的咖啡豆呢 它的风味特征呢 主要是花果香 生烘焙的那个咖啡豆 它的主要风味就呈现了一些巧克力香 还有雪茄香 还有松叶香 像这样子的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浓郁的香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